2019投城抢顾祭典活动 今年罗农正攻所分别由罗冬正攻所队 罗农正攻所A队 罗农正攻所B队 共3队15名的选手来参加 结果是由罗农正攻所A队的李东毅 率先聚下顾站顶的顺丰旗 夺下本届的冠军 荣获了4连把殊荣 而这次的比赛 罗农正攻所3个队伍 总共聚下了8面的顺丰旗 陈姬斐然 镇长特别来颁发20万元的奖金勉励 我们的抢顾队到头城 把这个顺丰旗跟这个奖牌也领回来了 在这里要向各位在详细布局 那我们这次罗农正攻所派了3队 一个代表罗农正攻所 一个是罗农正攻A队 一个B队 那因为在比赛过程当中 有些意外的问题发生 所以真的也是对于一些选手来讲 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很懊恼 罗农正攻所3支队伍为了参加这次的抢鼓比赛 每位选手利用下班时间 辛苦的训练3个月 虽然今年比赛有些些许的遗憾 但镇长还是勉励选手们明年再接再厉 能够创造更辉煌的成绩 看他们在努力过程的训练过程当中 三九、五个月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礼拜总是会有2到3天 这次是在我们罗中的维安社区那边去练 重训或者是他们的体能训练都没有放弃 所以他们尽用心 然后后半段更是在实际的爬攀的训练里面 看到他们的辛苦的付出 我真的是觉得他们这些小孩子 平常在上班 然后晚上阿姑要利用这个时间来练 所以在当天比赛那天 看到他们的成绩的表现 真的是觉得他们是实至名归了 宜蘭新闻记者石市民采访报道